我們常常見到的一些理賠的糾紛 就像剛剛譚老師講的 自費藥的部分其實是最常見的 是不是老師 自費藥 現在有時候到急診的時候 醫生會先問你說 你有沒有保險 他問我這句話什麼意思 他問我這句話是 我有保險他會這樣處理 我沒有保險他會那樣處理 會不一樣嗎 我以下講的話 僅供參考 這個有可能有一點太過了 我只記得我們有健保以後 以前這個健保的時候 在早期有健保 好像什麼藥都不用錢 用什麼藥好像都不用錢 都會開給你 醫院大概也不用問你說有沒有保險 大概都不會 可是最近的三五年 好像奇怪了為什麼 好像這個也不賠 健保的也不好 怎麼樣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邏輯上的問題 按照觀念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的藥材 我們的器材也會越來越進步 怎麼在以前都不會 都不會有這些問題 怎麼現在怎麼很多的 尤其那個媽媽躺在哪裡 他問你說 這個是比較好的藥 你要不要給媽媽用 我怎麼敢說不給媽媽用 比較好的藥 這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這個邏輯 後來我最近大概有幾個醫生的保護朋友 他也私底下跟我講 因為 以前健保都會 都會賠 都會給醫生 都會給醫院點數 那醫院健保就虧了嘛 虧了之後就二代健保嘛 二代健保的話 就比較嚴格一點 嚴格一點 有些醫生講 他會治病 他會看診 沒有問題 你家寫報告 他有時候可能就懶得寫 或者是會被健保局打回票 既然這麼麻煩 就問保護 反正你有保險嘛 我給你開比較好的藥嘛 你要不要嘛 那一般保護的心態就對了 反正我也講了這麼多年嘛 用好的藥是合理啊 所以我們自費手術也是類似的問題啊 就關於到自費的時候就是 我給你用比較好的嘛 反正你有保險啊 對對對 那這問題 又來了 那有時候會超過 有時候會超過 就是理賠的上限 不是理賠上限 你可能不需要用到這樣子的手術 你可能用內視鏡手術就可以了 那非得 醫生就給你 非得給你用海浮刀 或者非得給你用達文西手術 那這個是在保險公司 在碰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就是說你可能超過了 所以說這個自費手術 就會有一個打折的理賠 那還有個自費用藥也是一樣的意思 自費用藥是什麼呢 如果說醫生我們知道那個 用藥可能一線優藥 二線優藥三線優藥 他不是不賠 他按照程序來 那有些可能就直接跳過一線二線 直接給你用最好的 是 那最好的不一定是有效 那這個時候在保險公司來 看的時候 說你奇怪你按照程序來的話 我都會賠 可是你沒有按照程序來 我這個自費用藥 就給你打折理賠 所以這個在理賠的上面 就會有很多認知上的問題 我怎麼樣避免這種狀況 怎麼樣避免 到時候你說你的我說我的 這就是保險糾紛了 保險糾紛 那其實你按照條款上來講 照條款 照條款 我們保單裡面都有一個 不賠事項 但是他不會寫得很清楚 因為自費用藥 他可能大概寫 醫師指定用藥 這個很寬啊 跟海邊一樣啊 這很寬啊 就清楚了 醫師指定用藥 可是呢 我們在手術室裡面出來 他就叫你填一個單子 那叫病患自願用藥同意書 你以為的是 治醫師指定用藥 可是他白癡就是 病患自願用藥 就說的是你自願的 有沒有 差一個字是不是差很多 差多了 剛剛那個是不是差更多字 錢又差很多了 這個就有糾紛 這個就有糾紛 理賠的糾紛很多 還有就是理賠的上限的問題 那不是就照合約上面 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理賠上限就是 大部分會發生在 十支十付型的這種保險 因為大家十支十付 都看名字買保險 我花多少錢 賠多少錢 天底下有那麼簡單的事情嗎 每一個保險 他都會有個額度 譬如意外寫一千萬 就是一千萬 一千萬就不賠了 那十支十付 他也都會有個額度 病房費一千塊 雜費十萬 手術費十萬 大概都會有這個額度 你超過這個額度 就不賠 譬如說我做一個心臟支架 十二萬好了 那我雜費是 上限只有十萬 他 當然只賠十萬 可是我花十二萬 你們不是說 十支十付嗎 我花多少錢 賠多少錢嗎 可是你要看一下仔細啊 他上限只有十萬 是不是 那除非你買二十萬的雜費 二十萬的手術 那就沒有問題 我真的我也沒有看清楚 如果問我上限是多少 萬萬不知道 因為這個就好像 我們買保險一樣 剛剛有講過 我一年花 五十萬 買哪些內容 不知道 是不是 很多人 我跟您一樣 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就是這樣 你一年腳 腳多要保險費 腳很多 賠多少 不知道 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變成糾紛了 還有一個 再病投保 就是我投保的時候 我並不知道 原來我之前就有這樣的疾病 這個就有得扯了 這個 在金融貧運中心裡面 這個也是非常 非常高的一個糾紛 那我現在是建議各位 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現在不是下載一個健保APP嗎 健保APP大家觀念是去買口罩 之前 對不對 健保APP有個功能 什麼功能 去查你過去兩年三年 你去看過哪些醫院 他給你開了哪些藥 他給你下了哪些病症 你在投保這個有關 醫療保險的時候 我最建議 建議各位啦 一定要去下載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到底是 在投保新的 買保險的時候 我到底有沒有病 到底有沒有病 我這個病算不算這個病 你算不算OK的 感冒當然牙痛 可能就還簡單 如果說你真的是感冒給 醫生寫成氣喘 或者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 問題就大了 氣喘對保險公司來講 是一個高危險群 可是你又認為是感冒 感冒不用講 醫務院也不用講 大家都以為是感冒 一買 第二天發生事情 剉賽 這就叫做 再病投保 這保險本來就是不理賠的 OK好 還有一些 理賠的糾紛就是 手術不等於 處置這是什麼 手術不等於處置 處置 我們隨便講個例子好了 我們隨便講個例子 很多人不是去割 大腸息肉嗎 大腸息肉算是手術還是處置 他有開刀是手術啊 大腸息肉沒有開刀啊 沒有開刀 大腸息肉後面 搓一根管子進去 說他只是處置喔 果然我不是醫生 我會以為他就是 那有些我們傷口啊 可能有些創傷啊 可能有一些那個什麼包紮啦 脊農啦 什麼 那是處置還是手術 有些可能逢個兩針三針 那是處置還是 那我聰明了我知道這個叫處置 原來這樣叫處置啊 那我們現在新的這個醫療保險 新的醫療保險 他都有一個叫做健保227 那可能講健保227 健保227是一個簡稱 大家也比較記得清楚 什麼叫227的就是 健保局裡面的 什麼什麼什麼 理賠什麼 第二部分 第二章 第二節裡面的列出來的那些手術 保險 才會理賠 那那個手 那個裡面有多少名稱呢 看不見 一般人不會看啊 我也沒有從頭看到尾 A4紙 A4的紙 Paper 150張 你知道那個保單 常常厚厚一疊啊 你很久沒有去用它 有一天要拿起來翻的時候 那個翻開的時候 沒這樣子還黏到 都沒有在用它 所以我們還看不懂 你可能要請業務人員幫你看一下 所以理賠糾紛有很多 都是在你的那個保單裡面 你要看清楚 還有一個就是 副本理賠 這個我遇過 他就要你一定要拿正本來 副本他還不認賬 這個比較簡單 這個比較簡單 反正你買的時候 你就 跟他問說 我這是可以副本 還是正本理賠 那大部分 因為我們收集的正本 只有一份 對 副本可以100份 沒關係 那最好我是建議說 我最好建議 就是說你們大概可以買那個 用副本理賠的 因為正本呢 有時候團保就被用掉了 有時候 什麼公司的什麼保險 就是用正本 那你自己買的也是要正本 那完了 那正本就有一份 你買了三家公司 都要正本 那怎麼辦 只能賠一家 是不是 可是我買這麼多 你本來就理當要賠我 現在比較好了 現在保險公司都會積合 你在現在買的時候 他都會查 你以前 有沒有買過別家 用正本 他如果查到的話 你這個案子 就送不進去了 就送不進去了 以前不會查 現在就可以查 所以說你現在買的時候 最好就是 買副本的 免得以後 買了到時候不賠 又很麻煩 對啊 要不然我就 變相鼓勵 我不能夠多買幾張保單 我多買幾張保單 我碰到狀況 我本來就是都應該要 現在就比較好 因為他會積合 你買過別家 這家新的他就不送 送不進去了 這樣子喔 他可以查得到 好